中共官媒新华社为署名记者9日的调查报告表示 郭文贵有关海航的爆料纯属虚构 系内鬼线人提供 郭文贵恶意加工 中共原体制内学者辛子玲 对海外媒体表示 郭文贵爆料王岐山是配合江泽民曾庆红清军策 而另有媒体认为 中共媒体的反击间接佐证郭文贵爆料真确 其爆料来源为高干 郭文贵爆料来源及证据的合法性见次明朗 郭文贵在今年4月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中 指控海航 是因为与中共一些高干 和他们的亲戚们拉拢关系 而可以在商界横行无阻 并将割毛指向 王岐山妻子姚明山及外职姚庆 称其为海航股东 北京方面在严控该消息 在大陆传播的同时 锦罗密鼓展开调查 不到两个月之后 民航局空管局援管制援宋军 海航集团援员工马从 被认定为谢给郭文贵 为了提供证据的线人 新华社报道表示 郭文贵不过是在收买民航系统员工 非凡获得航空公司内部客户资料信息 然后深度加工 歪曲解读 以达到颠倒黑白 逛小视听的目的 报道还以宋军的交代作为证据 陈述了郭文贵却得爆料证据的过程 并引述宋军的原话称 郭文贵就是一个魔鬼 一种毒药 谁沾上谁倒霉 不是丧命就是进监狱 解不论中共党文化 鞋 骗 山 斗 墙 皮 尖 灭 控 将威胁之词用他人之口送出 报道第一时间在媒体的反响是 新华社报道海航内鬼出卖秘密资料 间接证明郭文贵爆料真确 美国之音则直接引述 明镜集团的节目主持人陈孝平表示 两点看法 第一 开始惩罚郭文贵国内信息源 第二 证明郭文贵拿到的信息不是马路摊子上得到的 陈小平还认为 这种文章越多越好 这篇未属明报道 不知道是黑郭文贵还是在帮郭文贵 郭文贵在爆料王岐山中 抛出了两位明星 徐清与范冰冰 差不多也被列入污点证人之列 虽然郭文贵曾道歉 但两位明星反击方式很有亮点 许晴7月7日在微博上发表声明 说郭文贵恶意重伤诽谤 纯属捏造 给他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许晴则称郭文贵 立即删除关于他的所有不实信息 并且公开道歉 许晴还扬言 要委托律师追究郭文贵的法律责任 这条微博禁止评论 但可以点赞 范冰冰悠柔而含蓄 创造了一个站在阳光下的敏感词 也曾被郭文贵爆料的地产大亨攀石屹 在范冰冰的微博下发 听说太含蓄了 对诽谤你的人要直截了当危机 中共媒体反击郭文贵爆料 直指其爆料来源不当 且提供者包括管制员与员工 但体制内学者辛子凌 对看中国网站表示 郭文贵的爆料来源是很多高干 把自己掌握的材料提供给他 他并未谈到 郭文贵爆料现人是体制内一般员工 辛子凌认为 爆料的背后是受中共前党魁江森民 曾庆红操控 郭文贵身为商人 自己根本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资料 这不过是像重演清军策的伎俩 为佐证这一说法 辛子凌以汉朝的七王之乱为例 七国以请诸朝措 以清军策为名 起兵反叛 汉警帝错诸朝措 但叛乱未平 辛子凌称 郭文贵的事是江派干的 他的老首长是曾庆红 江泽民 他也打着忠户习近平 这个就是清军策 的特点 辛子凌观点称 郭文贵最终目的将针对习近平 在此情况下 习近平与江泽民 曾庆红都没有退路 有观点认为 习近平只能成事抓捕江曾 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找出最佳忌口 事实上 郭文贵的爆料 却不论真假 已经重重撼动了中共专制体制 击中了中共的七寸 让人们认为这个体制中 没有一个好人的同时 解体这个体制 迎接宪政民主的到来 颇为吊诡的是 在德国举行的G20期间 川普与习近平8日举行双边会谈 白宫新闻办发布的新闻稿中 称习近平是中华民国总统 这似乎是偏意的暗示 吸气习近平解体中共 他或许真的有当总统的那一天